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託食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烏克蘭戰爭進入第54天 為全球今年的經濟增添了更大的壓力之後 緊接著而來中國的硬封城 帶來的是全球的鍛鍊危機 這一次包含電子產業跟汽車產業 都會遭受到全面的影響 而在通膨惡化的同時 上海這個週末發布了 告全體居民書能難堅守清零 同時這一次外界判斷 上海的封城民怨沸騰的同時 是有人故意要給習近平難看 而上海也變成 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戰場 解放日報直接痛罵 他說上海就是個巨嬰 而且整個上海人幾乎好像是 中國的天龍人的同時 外界關心觀察的是 這一回合的封城 竟然上海的印刷廠不用封 主要的原因是印刷廠照神不能停 他要印製習近平相關的新書 而同時外界還在追蹤觀察的是 二十大之前直接更換了解放軍的作戰局長 整個中國內部變成一個超級政治的壓力鍋的同時 習近平考察海南 同時視察了火箭發射場 主要著重的是未來的太空科技 在這一場烏克蘭戰爭當中 俄羅斯始終拿不到制空權 當然跟衛星以及太空科技有關聯 同時CIA的局長警告普丁不但有核威脅 習近平也可能犯台的同時 美軍丟出了為核戰準備的末日專機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俞中基將軍 大家好 再是鄭正平老師 大家好 再是財政外亞紀委名 大家好 再是吳杰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再是黃創夏 大家好 全球今年經濟處在一個很大的壓力跟變數當中 包含烏克蘭戰爭推升的是全球的能源價格跟糧食的價格 乃至於通膨的壓力持續的惡化 然而另外一個直接的壓力是中國的封城 而且中國的封城這一回合不只是重創中國經濟 全球只要在中國有重大生產基地的都受到連帶的傷害 不僅僅是台商的電子供應鏈受到傷害 歐洲現在在盤點 他們發現歐洲在中國的汽車產業也全面重創 創夏剛剛講到中國上海的封城 重創中國經濟同時影響全球供應鏈的同時 中國內部這一場封城大運動 也是一個超級的鬥爭大運動 這個鬥爭已經變成是機關報直接出來點名批判上海人了 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書記的機關報 代表著這次整個封城總指揮他的一個立場 沒想到他們在4月16號的時候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巨嬰上海直接罵上海人你們都是巨嬰 裡面文章寫得是多麼的強硬態度多麼的堅定 他是說上海是巨嬰 你是父母皆訪偉大的巨嬰 你們不失飲水失源反而變本加厲 然後養尊儲優有夜郎自大 然後透罵他們沒有身菌的實力效益 沒有武漢的果斷魄力沒有廣東的務實低調 然後又還講了你不如荷蘭不如福建 不如廣西不如山東一路罵到底不如江蘇 通通罵完之後最後的結語罵這些現在正在抗爭 為了生存在掙扎的上海市民多萬人 你們是上海淨險西方世界的傲慢與偏見 自私利己體現的淋漓盡致 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面 你會看到說現在上海是2.2萬人的確診 然後甚至已經傳出了三例的從封城之後的死亡人數 可是不放就是不放 而不放是什麼不但你出不去 甚至也進不來 這裡面最新的是他們又傳出一個畫面 這不在上海市是在上海市的外圍 有很多人看到說上海不是缺糧食缺食物嗎 開始去外援要支持 可是你看到這個畫面裡面 他們在垃圾車裡面全部把它當成那個 不管是魚是蝦是蘿蔔是什麼的 你那個一個一個的櫃子一個一個包裹 直接打開直接倒在地上 就是不能讓你進去 因為現在上海是徹底的風 所以看到沒有這些食物本來就進去了 上海就不用吃到那個長牙的馬鈴薯 可是就是不能進去 跟上海市已經硬幹到底了 而這種硬幹到底到什麼呢 路透社就拿到一篇文件 這個文件裡面是他們上海的一個 是所謂寶山區的書記叫做陳傑的 內部講話裡面他們現在已經把它當成是一個戰爭了 他用了字眼下達的軍令是什麼 堅定不疑的動態清零政策 要堅決打好快速篩查的衝鋒戰 然後要靜態管理的政治比賽 所以他現在把整個處理這個狀況 他是用戰爭的模式戰爭的語言 這是軍令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搖緊牙關只能贏不能輸 而在奉賢區也傳出一份 他的文件裡面叫做要求所有的幹部 繼續清零 然後叫做一鼓作氣打贏這場攻堅戰 沒有理由沒有借口就沒有退縮 然後最後是浦東還出來一個告浦東居民的全體居民書 就是動態清零絕對不動搖 居民繼續只能逐步出戶 所以他整個上海的情勢都把它弄到這個情況了 而這個情況裡面 所以很多人看到上海現在就是實質的軍事管理 他們而且回到了文革時代 然後他們已經有人把那個大白 就是那些防護人員公安人員 稱為叫白衛兵 就像紅衛兵那種時候 白衛兵都已經在這個街頭上這樣弄了 而這裡面當然也產生一些悲劇 最新的一個悲劇是 上海的小行星家叫做陳順平的 他的親屬告訴人家說 他因為腹痛 可是腹痛因為在這種堅持清零之下 你不能出去求救無門 他痛到難哀之後選擇了親生 而這選擇親生之後 親生之後才能夠受到醫院 已經來不及救了 但是無可奈何 只能悲憤的寫了簽字文 告訴大家這些事 既然上面習近平都已經決定 就是跟你上海市民叫作戰 你們這些人都是西方的傲慢與偏見 所以連去的那個孫稱男 都開始不跟你演了 他們下面的時候這些長官視察對不對 結果人家發現說他到了夢花街 那至少像李強一樣 在下面被人家嗆聲幾聲 都沒有了 他直接站在高樓裡面 高高的遠眺一下拍個照 就完全的走掉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整個中國呢 上海一定要打贏 不然其他地方 你習近平怎麼能控制呢 因為西安的疫情在一月的時候 才解封了 但是現在又開始累積了 三四十例的疫情 所以又宣布要有四天的 臨時性的控管 而蘇州那邊呢 下令小區的封閉式管理 而吉林呢 是整個這波疫情裡面 最前面被關注到的 吉林他們呢 在十五日的時候 書記裡面呢 直接想了一句話 以後不通知 直接封城 所以習近平的路線 他們一定會堅持走到底 好那世聰剛講到 解放日報 直接痛罵上海巨嬰的同時 外界觀察這一場政治封城 這個很有可能擴大 中國內部的政治壓力跟不穩定 然而這一回合 除了上海之外 媒體最終傳出來 包含西安 包含吉林 包含蘇州 現在也都重演管控 這個管控可能管控住 整個中國經濟跟全球產業鏈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全球的各大經濟學的機構 已經開始下修 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了 那裡面重重自重 當然因為是上海的關係 那為了要搶救 中國的經濟來說 中國的上海的經信委 他公佈一個所謂工業 所謂復工的白名單 這白名單裡面有666家要復工 那這666家是經過他們統計 還有調研過後的名單 那要確保說 這666家是優先保障的名單 它是重要生產的物資 保障協調的對接機制 還要推行所謂的通行證 互相認證的機制 那確保這些生產供應鏈 是無語的狀況 那這666家裡面來說 其實有60家是半導體公司 裡面有台灣的台積電 還有日月光之外 包括中國的中芯 中芯的南方 華紅半導體 中芯的晶圓 還有中維半導體等等 大陸的企業 甚至像艾斯摩爾還有印材等等 也都名列在中 所以其實裡面來說 半導體產業是個非常重要的 另外第二個重要的產業是 中國的汽車產業 這裡面有汽車產業 約莫是有200家 主要是包括說像 特斯拉上汽通用等等 還有包括一些周邊的這個零組件 另外當然不只是只有汽車業 還有這個半導體業 還有一些重要的這個 民生相關的產業的公司 包括上海的旺旺公司 還有光明乳業等等 都要進行這樣一個情形 那當然他們是進行所謂的 環壁式的這個管理 那所謂環壁式的這個管理來說 是工廠能夠進 但出的時候是不太能夠出的 然後裡面來說的話 是48小時就要做一次 所謂的核酸檢驗這樣的方式 來這個確保這個生產無余 那目前為止 復工的情緒是說 他可能先復復部分的這個生產線 然後再慢慢逐步的這個放大 你目前能夠生產的這個整體的這個量 好那因為呢 目前中國被封的城市相當相當多 那野村的這個這個預估說 目前中國約莫有45座城市呢 約莫3.73億人口 被用某種程度的這個這個封控 那整體這些城市裡面 影響中國的這個GDP的產值 是7.2兆美金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呢 今年5.5的這個目標 事實上各國 或者是主要的這個這個所謂研究機構 都開始在下調今年的這個目標 甚至還有說 如果假設呢這個封城的時間 越來越長的話 恐怕在中國的經濟在未來幾個月 甚至不排除都會出現一個衰退的這個 那其實裡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蘋果庫克的壓力是相當大 因為沒有錯啦 目前這個庫克 它本身的這個生產基地 包括說像這個鄭州 那包括說像這個深圳 目前為止是沒有太大的這個影響 但是呢 事實上對它影響比較大 是在一些所謂的供應鏈的問題 包括說我們講到上海 然後昆山 甚至是蘇州 這些地方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包括說像PCB 被動元件等等的一些狀況 那萬一 假設這個鄭州也出問題 深圳出問題 那今年整個供應鏈都會出到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根據現在的預估來說的話 今年搞不好 整體的iPhone產能會減少 最少是1000萬支以上的產能 所以這個當然對它影響非常大 那包括說像MacBook Pro的這個機型來說的話 因為這個主要生產地域都在這個江蘇這一帶 所以應該都會受到非常大的這個衝擊跟影響 那雖然說這個目前的整體的狀況是 上海說4月20號要這個所謂的社會面清零 但是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這個中國的這一些重要的這個科技人才 都開始出來發警訊 包括說像這個目前的這個華為的這個董事長余承東 他就說如果一直沒有恢復的話 5月以後來說的話工業還有科技可能會完全停擺 甚至小鵬汽車的董事長就說 5月如果真的封下去的話 5月可能中國所有的整車廠都要停工 因為這個地方的這個這個供應鏈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我們講到嘛 因為目前的這個深圳曾經封城過 然後東莞又封城 上海封城 昆山封城 蘇州封城 其實這些都跟台灣的這個供應鏈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其實很難預估 為什麼台股最近起會相當的弱勢 甚至全球的股市都全球的這個包括說像這個 跟經濟跟所謂的科技股相關的都會相當的低迷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好那即使是說你能夠用所謂的閉環式的生產 但是第一個因為你閉環式生產的時候 你功能都要叫回來 但是你生產線 你的成本會增加 對你生產線並沒有辦法運作 但是你要給他們伙食費 還給他們加班費 所以呢這個其實對廠商來說 即使復工他們面臨到的壓力也相當相當之巨大 另外一個對廠商更擔心的是什麼 更擔心是物流 就是好你有一天假設是 真的你能做出生產的東西 你能夠出去嗎 目前中國大約沒有四分之三的貨運量 全部都因為物流的關係卡在這個高速公路上 那你更不用講你這個 這個很多地方來說 就算你運到了海邊 這個運到了這個港口 港口現在過去的時間點是從50天 如果到美國的話 50天要拉長到115天以上 甚至這個費用還在增加之中 所以這個對廠商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壓力 甚至你要想說 我們去年不是講嗎 因為整體的這個包收巷 這個貨櫃量不夠的這個狀況 所以全世界在去年的貨運是大漲 那結果今年人家就說 那我們就提高這個包收巷 這個貨櫃的這個生產 甚至像船隻的生產 但是不好意思喔 目前約莫全世界95%的這個貨櫃箱 都是在中國生產 所以今年沒有新的產能 那大部分 當然約莫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船隻 是在中國生產 所以這個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看起來的話 我們原本寄望說 今年的物流 或是整體的這個這個航運啊 能夠舒緩 但是看起來 如果從中國一直不斷的這種 所謂清零的這個關係來說的話 可能全世界今年的物流 還都會有非常大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上海封城之後 最近幾天網路上不斷的流傳出 各式各樣的民怨災難 以及抗爭的畫面影片出來 解放日報事實上痛罵上海 說上海壓根是個超級巨嬰的同時 外界有人猜測判斷 這裡頭零零種種的雜音 恐怕跟今年中國的二十大的鬥爭有關係 特別是要給習近平難看 習近平現在確實也是進退兩難 那整個中國如果硬封城的話 今年保證有經濟災難 經濟災難當然也會帶來 政治跟軍事的壓力 事實上今天媒體也追蹤傳出來 中國第三艘航空母艦 因為封城缺料 所以進度delay 同時假設完全不封城的話 那以中國現在的疫苗的效力 以及人口的規模 很有可能造成的疫情損害跟死傷 也是相當慘重的 所以習近平怎麼做好像都不對 上海的沸騰民怨還在燃燒的同時 只有照神不能等 習近平一方面出心書 一方面他更換了解放軍的作戰局長 現在怎麼處理上海怎麼做好像都不對 但是照神捧神這是一定對的 剛剛講的工信部 不是有666家白名單嗎 但是白名單不如一家單獨的紅名單 這個紅名單才是最優先順序 叫做上海出版社 結果他們達到一個文件 裡面是說在上海出版社要出一本重要的書 這本書在4月25號還是要如期上市 這本書叫做習近平的上海足跡 裡面要趕快印15萬本 所以13號的時候就要讓上海出版社的印刷工人 必須復工趕在4月23號把15萬本 習近平的上海足跡這本書給印出來 為什麼要印這本書呢 因為這是中央黨校特別去寫出 習近平在當上海市委書記的時候 曾經在上海裡面歌功頌德 他到底做了哪些攻擊 所以他們一定要趕在4月25號 所以這份紅名單比白名單更重要 但是真的在4月25號 這15萬本是不是能夠如期印出 印出之後上海人到底會不會看 那是不得而知 可是現在反而有另外一篇文章 在整個網路不只上海 包含中國傳得很快 這個文章叫做什麼 愚蠢的人掌權之後會有什麼表現 它裡面還特別列了 一個智商不高的人如果他掌權了 掌權之後有12項特徵 包含是喜歡樹立威風 忌賢度能 製造內鬥 抓小放大 容易被下面給忽悠 控制下面等等 12項 而這12項裡面特別講說 這樣一個愚蠢的人掌權之後 除了這12項特徵之外 他的決策方式就只能用直覺來管理 而他的直覺就來自於別人的造神 別人的相捧 當然這篇文章可能很快就會下架了 因為前一段時間財新網還傳出來說 李克強在3月初的時候 嘗試找廣州省8個城市 4點放鬆現在的硬封城 但是文章馬上就被下架 可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最關切的 還是他的二十大 他的權力 所以他不斷地在更換高級的軍事人員之後 最近傳出來中央軍委會的作戰局長 習近平就突然拔捉了 一個現在資料還在被大家查的 叫做曹清風 習近平的作戰局長 也用了他的新的自己的人馬 好 鄭老師剛剛看到 疫情事實上為中國的經濟跟政治 帶來新的變數 而這樣的變數也會影響到軍事的壓力 而這一次全球現在很難估算的是 中國的疫情造成的經濟傷害究竟有多大 是的 就是說這一波中國的疫情 從3月中一直到現在已經綿延了超過一個月 那它其實對全球的影響都非常大 好 那我們來進入 因為很多產業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具體來看 我們先看一下 對這個中國電動汽車的影響 那中國電動汽車的主要的產地 在廣東吉林跟上海 它所佔的這個生產的血兒 高達13% 11%跟9% 那大部分這些地區現在都封城 那其他幾個著名的車廠 比如說是未來汽車 或德國福斯汽車 或特斯拉在上海的汽車 都遇到這個停廠跟封城 而且時間都持續的蠻久 所以很多這個專家推估 就是說如果按照現在電動汽車 中國每天可以生產2100輛來說 目前的損失已經超過這個 4萬輛或者5萬輛以上 所以對全球的電動車 不管是產品跟零附件的影響都非常巨大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一看 在中國領先的產業 我們也是我們台灣貢獻 對中國產業貢獻最多的ICT產業 就資訊跟通訊技術產業 那這裡面又回到故事的主角 就是因為它的主角在台山的發跡地 所以是在長三角跟珠三角 那也正是台山聚集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最新的報導 因為疫情日漸嚴重 到了4月16號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161家台山停工 就停工的時候你看到 不只是大陸本身的生產遇到影響 成本驟升 連我們台灣的經濟跟股票市場 都遇到影響 那他們當然有一些應變的措施 比如說因為很多的這個勞工 都住在工廠裡面 所以他用封閉式的生產 或者輪修式的生產 即使是這樣彈性的做法 因為供應鏈跟不上 物流跟不上 所以受損還是會非常嚴重 那我們從下面這張表裡面 大概可以粗略的再回顧一下 這張表裡面列了五個 這個城市 最上面是比較老舊的東北 因為他很早就發生很嚴重的疫情 3月初 然後現在累積的這個人數 確診人數已經超過3萬 但是東北的產業並不強 勉強提到的就是 福斯汽車的總部是在 總部之一在那裡 然後接下來我們兩個看到的是 我們台商最早發機的地方 在珠江三角洲 我們之前的東莞 或者香港人的貢獻也都很大 我們看到兩個 一個是深圳 一個是廣州 深圳也是3月初就已經 已經開始在這個封城 那深圳當然 除了我們台灣的富士看在那裡之外 像華為中心都是他們的重症 那你當然看到深圳的影響 它不是只有這個電動車 它有ICT產業 那另外它新能源產業也受到影響 再來就是我們的產三角 產三角就是 也是我們台商發機的地方 不管是蘇州 昆山 吳江 那還有就是上海 那現在能看到就是上海的 這個他們的產業蠻多元 除了電動車 半導體的重症也在那裡 ICT也在那裡 那上海市的這個疫情 這個開始的比較晚是3月中 距離現在差不多一個月 那目前累積的病情呢 是確診的個有2萬多 那這波的影響也是非常巨大 因為連我們最盛行的 最密切的蘇州也發生的狀況 所以我們回來總結一下 回來總結一下 我們就發覺說 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真的是非常的負面 它今年預估成長率5.5 但是它本來就已經很糟了 非常多 那現在又加上疫情可能只會更糟 現在看起來是 它生產也重創 消費也重創 是的 消費一方面因為物流 事實上也會降低它消費的配送 另外一方面 也因為封城跟收入銳減之後 一般人的消費信心可能會受創 是的 就是多方面 港口啊 這個流通啊 還有等等都有 另外一個就是消費方面 就生產方面 外氣跟台氣也流出去 那對全球的影響 因為它現在整個佔全球的這個 比重15%到20% 所以對全球的影響很巨大 然後最後我們談一個問題 就是清零 中國這個清零的災難 什麼時候會結束 我們看到它其實會這麼嚴重 是因為來自它兩個 很巨大的民族自信心 因為在兩年前他們聲稱 他們有舉國體制的優勢 所以當西方都非常嚴重的時候 只有透過他們獨特的封城 控制住了 所以非常的自豪 覺得專制的體制 還勝過民主體制 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都知道 中國的醫療其實是蠻糟的 跟台灣比還差一大截 可是它在疫苗上面 它也想領先全世界 所以科興疫苗 明明這個防禦率很低 它就全部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的體制上面子下不來 那疫苗上又追不上來 所以我們預期 就是這種清零政策 清零災難 還會持續很大一段時間 那對中國經濟本身 跟全球的影響 還會繼續存在甚至擴大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上海的封城直接重創中國經濟 跟全球產業供應鏈 同時引爆中國更大一輪更深的 這一個鬥爭 包含解放日報直接點名 上海是巨嬰 另外一方面 上海在應封城的同時 習近平這個主要的行程 視察了海南 他在視察海南的過程當中 有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看的是糧食跟種子 另外一個重點看的是中國的軍工跟太空科技 好 明杰剛剛講到 上海都已經要炸鍋了 可是習近平不去上海去海南 看的是兩個核心重點 一個是糧食跟種子 另外一個是太空跟軍工科技 特別是這一次烏克蘭戰爭當中 俄羅斯就敗戰沒有辦法取得制空權 這當然跟太空衛星科技有關 對 習近平跑到這個海南的文昌航天發射場 去視察 當然背後有重要的政治跟軍事意涵 那他在這個談話中 我們剛剛也看到特別強調說 中國今年要完成所謂的太空站的打造 那也就是說要持續發射 所謂的天舟四號五號的這個貨運飛船 還有問天這個夢天的實驗艙 那他也要求要按照既定部署 那要完成這相關的這個 後續的發射行動要讓他成功 而且重點來就是要以實際的行動 來迎接黨二十大的勝利召開 我認為這才是他真正政治上面的重點 那當然我們看到說 中國內部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這時候跑到海南島去 看起來好像這疫情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全力要求說太空上面的發展 要按照所謂的既定部署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剛剛才講到說 上海的這一個003航母的打造 已經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也出現所謂的停工的問題 那如果這個疫情整個擴散 這個習近平下令 所謂的這個文昌航天發射場 後續的這個太空的這個發射的行動 是不是能夠按照既定部署 我覺得恐怕還有非常多的變數 不過我們看到習近平這動作 讓我不經典想到其實確實 國際上為什麼經常把習近平跟普丁擺在一起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也才談 普丁其實早了這一個習近平兩天 也到他的這個東方太空的發射場 一樣是去那裡看所謂的發射月球的探測器 那要求說今年要順利完成所謂的 第25號的登月計畫 那我們當時談到說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俄烏戰局打的這樣非常的一個狀況 慘烈的情況之下 普丁居然跑到東方的太空發射場去的目的 我認為主要背後就是因為俄軍的戰況不佳 為了轉移內部的壓力跟注意力 那同時我們其實回過頭來看 習近平恐怕也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因為內部疫情爆發的管控 出現很多的問題 那跑到海南去 似乎看起來疫情跟他完全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我覺得也同樣是在轉移內部的這個壓力 跟注意力 那所以這個習近平為什麼跟普丁 經常被國際上作為相同的類比 那所以的確這個地方 行為上 模式上 思維上都非常的相似 那當然回到所謂的太空戰的部分 那現在俄烏戰局 持續在這一個開打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太空戰在中間 確實影響了非常多 不管是俄軍的表現 或者是這個烏克蘭軍方的防衛 那現在美國的這一個太空軍的副指揮官 也提醒說 俄羅斯目前似乎正企圖在干擾 烏克蘭軍方使用美軍的這個 GPS的衛星導引系統 那甚至也提出警訊說 這個不排除未來可能俄軍會攻擊 美軍的GPS的這個Navstar 那這個Navstar就是說 基本上是美軍的GPS 他的這個衛星有24到31枚的這個衛星構成 可以提供給全球 大概98%地區涵蓋的這個 等於說導引的一個能力 那現在等於說俄國 他透過摧毀或干擾或電子干擾 壓制的方式 讓這個烏克蘭的軍方沒有辦法接收到GPS的導航 那這種情況除了烏克蘭 他甚至還發 美軍也發現說他也在干擾 包含像連芬蘭的民航機上面的衛星導航都被干擾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美軍非常小心的是 擔心下一波有沒有可能提升 直接攻擊美軍衛星這樣的可能性 那當然現在也傳出說 連星鏈計畫 這個星鏈的衛星 已經俄軍已經揚言 可能要攻擊他 不過到目前為止 可能用電子干擾的方式 確實是非常的明確 那當然衛星導航也關鍵 這一次俄軍 特別是他的空軍在戰場上面的表現 因為這一次俄軍 這個大舉出動至少500架以上各型的 他的這個空中的戰機 包含蘇凱35S 蘇凱30SM 或者蘇凱34 對替攻擊機 蘇凱25 24 或者蘇凱27 甚至米格31K都出來 那唯一只有蘇凱57 逆中戰機沒有登場 不過這樣精銳進出的情況之下 美軍評估 他一天至少出動150到300架次 但是實際上在戰場上 對烏國軍方 進行所謂的精準打擊的效益 確實非常的差 完全沒有辦法跟美軍 當年兩次波灣戰爭相提並論 那主要是說他的一個戰機 基本上來講都採取多功能的一個方式 那還有包含像這一次 有很多的缺陷也暴露無遺 包含像精準彈藥的庫存不足 甚至情報能力也有問題 也就是說在這個持續的一個 空襲跟打擊的情況之下 烏國的防空系統跟通訊沒有被癱瘓 所以可以持續的對俄軍 進行造成所謂的重創 那還有包含像空地 竟然也沒有聯合作戰的一個能力 那空軍打空軍的 陸軍打陸軍的 所以這些部分 背後當然也非常可能跟 除了指揮系統之外 整個戰場管理上面 包含像通信 包含像衛星 俄羅斯的自己的 格洛納斯的衛星導引系統 是不是有發揮 美軍也是有高度的質疑 那當然除了這些 所謂的衛星戰之外 還有包含像現在 當然這幾天看到整個 俄軍可能動用化武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動用戰術 核武的部分 這個烏國的總統 澤倫斯基也提出警告 那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看到美軍 除了持續在做 相關的戰備準備之外 先前還有包含他的核武更新庫 核武庫的更新 包含像這個 義勇兵三型 將要換成哨兵一型 這樣的一個新型的 一個陸基型的 洲際彈道飛彈 另外還有空射型的B6112 都在進行400枚的 這個更新 或加裝GPS之外 那這兩天也傳出說 ROMA最新設計的 有一型運用EC-13-DON-J型 它的一個 這個機體作為載具的 這樣的一個飛機 未來也非常可能取代 現有的 這一個14B的核戰通信機 那核戰通信機 被稱為末日專機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 這個核戰有可能開打的情況之下 它才可能起飛升空 而在今年就是2月28號 到3月1號那個期間 美軍4架14B 還有包含像16B 通通都升空警戒 也就那個時間點 對於美軍評估認為說 確實 二軍有可能動用核武 那我們看到曝光的 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新型的 其實EC-13-DON-J 過去來講 基本上我們看到下面 其實已經在美軍 有所裝備 過去來講 它是屬於特戰機 特種電戰 甚至心理戰的 飛機的載台 那現在等於說 要用作為核戰的通信機 也就是說 今天美國總統下令 要動用核武的情況之下 在它的核武公式包 已經這相關的一個選擇目標 或者是說 要由哪一個載台 來發射核武的情況之下 要透過這樣的通信機 去發射相關的信號 然後傳到在水底下的 這個二亥二級的 戰略核潛艦 那我們看到上面 特殊的裝備是在於說 它跟過去C13東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機翼 還有這個上頭 等於說頂頭這個地方 還有基附的地方 這些都有所謂的 衛星通信的整流罩 另外也掛載了 包含像可能是 電子站的一個夾倉 那比較特殊的是 它的機尾有這種 所謂超低頻的 這種所謂的拖曳式 這樣的一個深側系統 等於說這樣的一個設計 有助於未來它直接取代 所謂的14B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 相对来说我们看到我们国军 也有C13栋运输机 为什么要用这种比较旧型呢 基本上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短长起降 换句话说它在战场上面的 一个生活能力 生存能力非常的高 那有比现有的这14B或16B来讲 已经相对老旧 它可以逐步来取代 所以看得出来 不管现在恶物战争 未来战况打得如何 未来核武的一个全面的更新 跟这个具备强大的 核战的一个威责能力 也还是美国军方发展的重点 好 那我请教一下 于将军刚刚讲到 美军事实上连核战都做准备的同时 更多的兵力是放在西太平洋 没有错 我们看到就是说 美国从今天开始18号到28号 跟韩国在进行海上的 这个联合指挥所的演习 同时在日本 你看它的陆战队也在九州 进行演训 这个透露出来的兴趣就是说 事实上美日韩军事演习跟合作 现在已经正在新城之中 这当然就是要针对中国的 那除了军事动作之外 我们看拜登政府马上在5月12号跟13号 要举行东协领袖的高峰会议 那这个我个人的判读就是说 因为拜登政府这一次很成功地在整个俄乌 这个战争之中团结了整个欧盟来对抗俄罗斯 所以他现在很明显这个要以使这样的一个成功的 这个集体安全对抗的一个策略 团结这个整个东协来对付中国 因为就拜登政府他的评估来讲 他认为就是说以南海为例 几乎中国的这个主权伸索 跟周边所有的东协国家几乎都是冲突的 除了少数像这个柬埔寨跟缅甸可能支持他之外 其他的都会跟这个美国来合作 因此可以借由这种合作来共同对付中国 那另外日本在这个外交动作 最近也是非常频繁不雅于美国 我们看那个日本前驻美这个大使加藤梁山 他最近在2049他就表示了 这个日本一直强调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就是美日同盟有事 他说可以将这三种这个状况连结在一起 就是要凸显就是说 美国日本还台湾的这个准同盟的这种关系 那要传达给华盛顿跟东京的决策者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说中国未来 不管是短期中期或长期的发展 都是什么美日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挑战 所以呢必须要及早的这个未与筹谋 共同来因应 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结合台湾 那安倍啊 其实最近啊 在美国的这个洛杉矶时报 还有这个评论啊 汇编期刊啊 第三度的强烈 呼吁美国政府放弃啊这个蒙古政策 因为他的理由啊非常的简单 他认为就是说只有过去啊 当美国国力啊非常强大 中国军事实力也不如美国的时候 这种所谓的这个蒙古政策啊 才能够成立 但是以现今啊 中国对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的威胁啊 这个也成为过去式啊 所以美国啊 还有日本 他必须要啊 针对这个情形啊 尤其是对台湾的这个蒙古政策 一定要做啊 一个明确的一个放弃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上海的封城 乃至于中国 这个扩大硬封城跟硬清零的战略 直接冲击影响了中国内部的政治跟经济 那民怨沸腾的当然是上海 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网友改编的上海滩 好文明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网民 苦中作乐改变歌曲 那中国这一回合 上海的这个压力来自于粮食 另外一个部分 全球的粮价也面对一个通膨的压力 是啊我们刚才看到网友非常的有创意 那也很贴切的描述了上海现在的状况 基本上上海现在这边已经进入了一个 乙务义务的时代 那我们看到像是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 甚至拿自己中的冲去换了盐 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了说 中共确实是担心了他们的粮食安全 因为上海这边的人自己吃不饱 那中共虽然说握有全球超过一半的粮食储备 可是他们还在大肆的进口粮食 所以在目前整个全球的粮食供应 已经紧缺的情况之下 需求又没有减少 那势必就是推升全球的粮价 另外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现在中国是春耕时节 可是他们的粮产大省吉林省 在上个月到现在都还在封城 结果他们开了这个疫情记者会的时候 忘记关闭评论区 结果网民就在下面刷一排留言 说没有吃的了 没有吃的了 最后他们紧急关闭评论区 后来人家就在说 哪一个区的疫情控制住了 原来是评论区的疫情控制住了 那另外我们对于中国这些粮食的影响 台湾有没有 当然也有 那台湾自己这边也是面临到了 50年来最严峻的一个粮食危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玉米倒岸的这个价格 已经比前年还要上涨了40% 而且预期到今年的8月 还要再涨30% 那既然玉米涨 鲨鲨鲨就会涨 鲨鲨鲨肉价也会跟着上涨 所以我们未来一段时间 势必会面临到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 那我们再回头看来欧盟这里 因为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这样子 这么的火热 导致现在这些北非国家 这么依靠乌克兰的小麦 那现在他们这里有了粮食危机的情况之下 普丁就说是因为美国制裁 导致说现在的能源价格高涨 导致现在的粮食价格高涨 那欧盟就试图利用他们的分配机制 来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因此我们看到近期的整个粮食价格 包含黄豆 黄豆油小麦还有玉米的价格 都在不断的往上攀升 甚至玉米其后的价格 已经来到了今年来的新高点 那全球的股价 也因为这样子的通膨状况 而接连的受挫 那我们看到不管是日本 还是中国 还是香港 还是台湾 都出现了一个蛮明显的下跌 那美国以及韩国跟印度也是一样 欧洲在这边的跌幅 甚至比美国还有亚洲 都还要来得更明显 那美元指数在这边 却反而是一个高档震荡的状况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公布了最新的CPI 那这个CPI虽然说是高于市场预期 可是核心CPI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因此市场上面就预期 这个通膨会不会见顶 导致美元指数稍微走弱了 可是现在联总会这边又加速了说 市场对于这个升息的力道 所以可能一次升两码的这个机率 越来越高 美元又再次走强 我们就看到全球的货币 也慢慢的开始往下走弱 那拜登在这里 他们很快的就要面临到 今年11月底的期中选举 可是当初支持他的年轻选民 开始抛弃拜登 就是因为拜登他们在这边 做的事情 没有符合他们原先的期待 那因为整个俄乌战争的关系 干扰了美国的内政 那拜登去年提出了 重建美好计划 现在大部分都搁置 而是要全力来打击这个通膨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关于美国的房市 在大部分多三个礼拜之前 林冠姐还在说 这个美国的固定房贷利率 上看5% 现在真的来到了5% 现在5点多%了 对 现在已经来到5点多%了 但是房价指数 一样没有掉下来 这在未来会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会去压缩到 美国居民的实质消费 特别是在现在的通膨 CPI指数已经来到了 8.5的情况之下 那房价又这么贵 这么刚性需求的东西 一定会去排挤到其他东西的消费 那欧洲各国的通膨 也是一样非常的惊人 在过去几乎没有看到 这么严重的通膨 现在都来了 那连原本我们一直说 日本处于通缩状态 现在今年都说 他们的通膨 可能要来到1.5% 但是黑田东彦 一样没有要去做 宽松货币政策 而是 他们还是维持 现在的宽松货币政策 没有去做货币紧缩政策 另外中国在这里 一样是一个非常激进的 宽松货币政策 甚至紧急降准一码来去放水 那我们在最后还看到了 斯里兰卡的股市 最近还要再修饰一周 所以全球都深受通膨的压力 好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乌克兰战争进入第54天 全球的超级军备竞赛 一方面看到美国 这个准备核战末日专机的 同时 以色列又有新的雷射武器 对 以色列拉斐尔公司 最近公开 一项这一个最新的 叫做这个铁术 Iron Beam 也就是铁琼 这个过去我们知道 非常著名的防空系统的 一个升级版 那等于说 是透过雷射 来进行防空 其实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雷射的 这样的一个载具 上面这样的一个雷射 功率多少 并没有都会曝光 那我们如果更清楚 再看下面这个示意图 其实这已经是 真的是未来战争 你看它透过这样的雷射 可以把外面打造成 一个类似金钟罩的防护网 那这样的一个优点 是在于说 雷射速度非常快 比传统的可能 比原本的铁熊 用透过这种 塔米尔炮弹来打更快 第二个最重要是 以色列的总统 还在他推的上面 推这一个说 他非常的便宜 发射一次只要3.5美元 我们刚刚讲到说 像这个过去来讲 在战场上 燃截可以 这个不管是破炮 或者是榴弹 甚至火箭弹 各式弹药的 这个铁熊防御系统 基本上上面用的 这个塔米尔 这个飞弹或火箭来讲 一枚至少也要 两万美元 那两万美元 其实跟很多的飞弹 比起来都还算是便宜的 因为包含像 包含这个赤震飞弹 这次战场上看到 非常多的 恐怕都要四五万台币之谱 那更不要讲说 比较这个射程 更远的爱国者飞弹 每一枚动辄 可能都要上亿台币 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 铁熊对美军来讲 近空的防御 我打算说 以色列这个只要 102块台币 真的很便宜 而且这很适合台湾 其实美军过去 还号称说 他打一枚 只要一块美金 他3.5可能都还可以 再降价 所以相较于来讲 确实非常便宜 那台湾当然未来可以获得 我们连铁熊 其实也都非常希望 能够获得采购 那未来如果 当然进一步 能够获得像这样的一个 铁树 Ion Beam的一个雷射武器 对于对抗 不只是 这一个敌方的火箭弹也好 甚至更重要 用来防御无人机 它的效益都会比 赤震飞弹来得好 也更来得有CP值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 跟粉丝朋友扫描QR Code订阅的年代 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同时在 IG脸书 推特特贵官上面 都有官方的账号 欢迎大家分享 订阅 最终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Hello 我是陈宁关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 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